Hello 大家好 今年我本來會去富士山的11月 現在去不到那怎麼辦呢 富士山馬拉松是一個線上馬拉松 很多新手不知道如何報名 現在我們一起去片段 首先我們要去到oneat這個home page 登記成為會員才可以報名馬拉松 我們要Sign Up Sign Up之後我們有基本資料要同意 如果同意之後就可以按Next 我們報名是用電郵 同一個電郵要打兩次 按了Register之後 收到一個電郵問你是否登記 按下連結 有些基本資料要我們填 有個User Name、Login Password等等 總之是紅色星星那些就要打 提示大家 那個名字中間就不可以有空間 還有zip code我們要打四個零 基本資料都要對 要確定了 因為那個完成牌和完成T-shirt 會寄到他家裡的 記得電話我們就先打852在前面 之後後一頁就會再問我們 基本資料填得對不對 登記成為會員之後 我們就要登記入一次 會選擇富士山馬拉松的按鈕 現在圈著那個位置 在這裡看到的 登記按鈕 按進去 就有基本資料 是11月21日到11月30日 可以看看有什麼賽程 選擇之後就要填下去了 看看資料是否正確 之前因為有些資料填了 還要填上一個基本資料 不是在日本看過馬拉松 其實有T-shirt size 選擇適合自己想要的東西 在這裡也會問你 因為今年看不到日本跑 你2021日會不會也想報回馬拉松 基本資料就填完了 再填 next 其實現在報名是未完成的 你看看自己填的資料 是否正確 因為現在去到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付款 你可以選擇付款 付款,付付 Visa Card, PayPal 等等 大家留意 當你按了Credit Card 或者 PayPal 的時候 其實也會再有一個手續費 填完付款之後 究竟資料是否正確 到這裡就恭喜你 你已經完成了報名 完成了報名之後 你可以在這個Home Page 打回你的資料 登記一下是否真的報名 有一個號碼給你的 有一個Reference 另外在你的E-mail 都應該是收到一份E-mail 是確認了 說這麼快 我們就已經報名了 記得兩件事 第一件事 先成為One Act的Member 選了這個富士山馬拉松 之外 其實為什麼我今天推介這個 就是這個將會是你人生最容易得到的 跑步比賽完成牌 因為它有5公里 10公里 半馬拉松 和馬拉松 你只要在10天內完成 每10天就是11月21日至11月30日 完成你報名的賽程就可以了 如果你還有疑問 想問我們 以及你其實未跑過步 又想來跟我們跑步 Sport Seat就會帶你去跑 請留意我們的Fam Page Like and Share Bye Bye